好 那歡迎大家來到這個議程 這個議程是Kubernetes需要觀測的十大指標 那我們的講者Steve 他是在New Relic 擔任Develop Relationship的 平常也就是Focus在Open Source 然後DevOps Practice 還有Cloud Native相關的建設 然後另外就是還有現在非常熱門的AI Apps 那在這個議程裡面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說Kubernetes其實有很多的數據 可以監控還有觀測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這麼多的資料裡面 就是有哪一個指標是最應該特別注意的呢 那我們現在就掌聲鼓勵 歡迎Steve來為我們分享 大家早 大家早 請問一下我開始之前想問一下一個問題 這你誰知道什麼是Kubernetes的 OK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Kubernetes 我不需要解釋一下 要不然你完全不懂我在講什麼 所以有人知道什麼是Kubernetes OK 那尤其是後面的人 你可能看不到我的PPT 我想放一個部分 你可以scan一下今天我所講的演講 我給你兩個版本 中文跟英文 因為其實大部分我的演講是英文的 所以我是來自新加坡的Steve 如果我講的可能音調或是翻譯有點不對 都都包含 我給你兩個 因為大部分我的演講都是英文的 中文這邊 英文這邊 如果你比較上進 想學英文 也可以使用英文的 好 放一下 OK了嗎 再多30秒就走了 我們就開始 好 今天的PPT也是可以分享給你 這個呢 這個PPT 我之前在越南也是有做這個演講 那時候會比較辛苦 我不會講越南語 他們也不會英語 所以簡直是好像雞跟鴨在講話 不過也是蠻受歡迎的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觀測的Kubernetes 十個指標跟服務 你知道Kubernetes的話 你會知道有一項 Kubernetes有整百千萬個數據 你要去收集 不過呢 如果今天只有十個 只有十個的話 我會選擇什麼 Kubernetes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可以所收集的數據太多了 太多地方了 有Sea Advisor Metrix Server API Server Node Server Kubestad Metrics 很多人都會關注Kubestad Metrics 尤其是使用Prometheus跟Grafana 不過其實還有很多地方 你可以收集的 那今天呢 如果我只能選十個 我會選擇什麼 而且呢 我要做一個很大的Disclaimer 只是一個意見 如果你見過或是你使用過Kubernetes 你也有自己的觀點 所以這是我自己個人的觀點 就好像來 那之前呢 幾天前我飛進台灣嘛 就是有颱風嘛 對不對 就好像你要早期觀測 撞向 就是不要等到颱風來了 或是問題來了 你才去去解決 OK 這是我的Top 10 Top 10 Kubernetes List Metrics and Services to Observe 好 我們從第一個開始 Misconfiguration 配置錯誤 這個很正常的 無論你很有經驗的工程師 或是很有經驗的DevOps SRE Engineer 你一定 誒 這怎麼搞 怎麼Wi-Fi出來呢 誒 我關一下 好 不好意思 OK 那這裡呢 這裡你一定會有問題的 即使是我 已經在這個行業做了很多年 我可能打掃了一個T 一個P 一個Version 1 2 就生產環境就出問題了 這蠻正常的 不要責怪自己 所以你可以使用的方式有蠻多的 例如你可以使用LaunchDarkly 如果你沒有聽過的話 可以去參考 LaunchDarkly 你可以使用 人家所說的 在這個Industry 就是Smoke Testing 你可以冒煙測試一下 可不可以 這不同的環境 那還有另外一點呢 你可以使用就是 Infrastructure as Code 可能我不知道你沒有聽過 Infrastructure as Code 例如 Terraform 和Pulumi 也可以使用 所以你可以使用代碼 想要去做配置管理一些的 那有一點呢 就是說 如果我需要這些工具的話 我的成本可能還要付多一點錢 尤其是測試的環境 那我呢 我也是有manage this team 我概念有這些 這些好好的量測 因為呢 要不然 我的生產環境會有大問題 那這件事情 這個嗎 Full screen Full scree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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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前呢 尤其是你有開發經驗的話 你可以嘗試一下 Git 或是GitOps 就是你使用Git 來控制你所有的配置的 configuration 那還有呢 你可以使用的 不只是launch darkly 尤其是 如果你是來自 CNCF 或是你來自 Kubernetes 你可以考慮 CNCF 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 Argo CD 或是 Flux OK 在這裡呢 你去哪裡找他們 這個很重要 目前 我可能比較喜歡 會比較見的 就是GitLab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裡的 Pipeline status 你可以看 例如我配置 或是部署不同的version 我可以看不同的環境 到底成功 還是不成功 如果我 第十 如果我要抓住的 我會抓住 就是 Deployment Pipeline status success or failure 這是我No.10 我會建議這邊 如果你覺得 你不想要用GitLab的話 那你可以使用Argo CD Argo CD 尤其是最近 Kubernetes的 operator跟metrics 非常好用 那我個人呢 是特別喜歡 Kubernetes operator 因為你要 Deploy你的Argo CD 或是Flux 也特別的簡單 那這裡呢 我也是會抓住 Argo CD的 Deployment status success or failure 另外一點 如果你使用 Kubernetes的話 尤其是 DevOps跟SRE 你知道 你必須要需要 很多CPU 跟Memory 這是無法逃避的 為什麼 因為那些Nodes 很大 在這裡呢 台灣我也注意到 這裡很多人使用 AWS跟GCP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呢 如果你不特別關注 這一項的話 尤其是你的Kubernetes的Nodes CPU 你會所謂 面致的問題 叫做 Throthling Memory 你會面對的問題 就是 OMMQ 這是滿正常的 就是你的Ports 不夠CPU 不夠Memory 結果你的Ports 就出了大問題 每一次我就跟 Engineers談的時候 他們就講說 欸 要不要放這個 Quarter 就是要不要放 Limit 就是Request 跟Limit 如果你剛開始 Kubernetes 使用Kubernetes的時候 你一定會放 Request跟Limit 不過你使用久了過後 你就不會開始使用 欸 為什麼 這裡呢 等一下我會跟你說 我寫了一個文檔 我會給你一個鏈接 就是你可以閱讀一下 什麼時候 應該使用Request 什麼時候 應該使用Request 那在這裡呢 我們New Relic 我們是怎麼去做策劃呢 這是我們自己的Formula 你可以參考一下 尤其是你是使用Kubernetes 百分之三十 我們都永遠都自己擁有我的容量 就是我們不會 maximum 就是70% our utilization 還有呢 我們一定會使用Auto Scaling 尤其是Failing的時候呢 我們使用N plus 2 欸 N plus 2是什麼 可能大部分會懂 什麼叫做N plus 1 N plus 1 就是例如我一個 一個server 另外一個做一個backup server N plus 2 就是一個server 兩個backup server 為什麼這麼多呢 因為你知道 你要必須要知道 我們是New Relic 我們是雲端 世界上最大的 Data Platform 我們必須要N plus 2 那這裡呢 我們用不同的分析 去分析 每週 每月 然後用指方日圖 等一下我會給你看一下 會怎麼看 在這裡呢 我們實際上做Forecasting 我們Forecast測試 跟我們 尤其是放開新的軟件的時候 在這裡呢 去哪裡找他們 在這裡呢 你必須要找的部分 就是這個 Metric Server 這Metric Server 特別特別的重要 這裡你可以收集 CPU跟Memory 不過呢 在Metric Server 還有一個部分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在Kubernetes 使用Horizontal 跟Vertical Scaling 這邊 非常好 所以在這裡呢 Prometheus 其實都有去收集的 那之前我所講的 就是你應該 Set Request Limit 還是不放Limit呢 這裡呢 這個文章 你應該去讀一下 我非常喜歡 在這裡呢 因為它可以跟你說 有什麼時候 你應該放Request 跟Limit 在這裡呢 你所看到這個日圖 這是我們New Relic使用的 我們有不同的 Node跟Service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預料一下 什麼時候 我們要做Auto Scaling Horizontal 跟Auto Scaling 那種之類的 在這裡呢 我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Capacity Planning 尤其是K8 Ads 非常好 非常好 在這裡呢 Capacity Planning 你Plan多少CPU 多少Memory 其實是一個蠻難的事的 很多人就覺得說 我去跑GKE就可以了 我問Google 我問AWS就可以了 不過其實你懂得 怎麼去做Capacity Planning 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去那個Link LearnK8s.io 在這裡呢 你發現一下 OK 你的Node多大 多少CPU 多少Memory 然後你大概可以知道 你要選的Size 是什麼 全部都在這邊 好 另外一點 就是 蠻正常的 你的Pods 會卡住 如果你有使用Kubernetes過的話呢 Pods卡就是無法避免的 為什麼呢 可能你支援不足 CPU Memory 可能 可能你的resources已經到了限制 或是可能你的container image不對 或是人家配置錯 可能少打一個A 一個B 一個Version 都有大問題 在這裡呢 如何開始 如果你剛開始使用Kubernetes的話 我可以介紹你可能這個command 蠻好用的 KoopCTL describePods 這個蠻好用 因為這裡呢 你可以查看一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不過呢 我記得我第一次使用Kubernetes的時候 他剛剛出爐的時候 哇 每次出問題的時候 我都要拜觀世音菩薩 求佛 看一下 到底Kubernetes要怎麼去修 不過呢 每一年 Kubernetes的 尤其是那個錯誤處理 那個error message 越來越好 不過最重要呢 Kubernetes的Community 就是大家在這邊 也學得越來越好 所以呢 尤其是出了問題 你懂得怎麼去處理 有一個部分 一個advise 我會特別的去建議 就是你可以自己做這個 自定義 終止消息 就是 customize你自己的 termination message 到底是什麼呢 例如 Pods會跟你說 throttling 或是OM kill 不過 what's causing that 沒人懂 所以呢 你可以自己做一下 自定義 終止消息 就是你可以customize 那個termination message 就是人家說 我的pods卡住了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也會更好的消息 在那邊 在這裡呢 那個link 如果你有這個PPT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有個部分就是錯誤日記 錯誤日記 尤其是日記 在Kubernetes 非常非常的恐怖 非常非常的多 你覺得apache 已經很多了 那你等到放到container 跟kubernetes更多 那我們個人的 會特別的recommend 就是advise 我們的kooker 就是你可能要去集中在 可能重視的服務 所以你可以either using your new relic 或是你也可以用 開源的 都自己可以自己去選擇 在這裡呢 我必須要走慢一點 請去那裡找他們呢 你要找到這個地方 叫做 coup state matrix coup state matrix 裡面你要找的就是 pod matrix 那邊 pod matrix 很多人其實不懂這一邊 不過呢 在這裡呢 pod matrix 尤其是 coup pot status coup pot status reason 這兩個可以告訴你很多問題 pod出現的問題在哪裡 對 所以你要打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打 coup ctl describe pods 沒有問題的 不過呢 如果你有整百千個pods 你只要打 coup describe pods 你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你可以去收集一下這個數據 就是你去找一下這個pod matrix coup pot status phase coup pot status reason 最重要的就是reason 為什麼你的pods卡住了 那個非常好用 不過呢 如果你現在需要多點幫助 尤其是你很 剛剛接觸kubernetes 還有這裡還有蠻多很好的鏈接 就是查apps 還有排除其他的問題 都蠻多資料 我都share給你的 所以其實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兩個 我在裡面我的top ten都有兩個 這個network headaches 網絡都有問題 這個 when it comes to kubernetes 每一次network的時候 我都很大頭痛 因為kubernetes 它的level of abstraction 太多了 它不像以前physical server 或是virtual machine kubernetes 每一次network headache的時候呢 我都要喝十罐 Red Bull 就是在那邊喝 要去找出問題在哪裡 所以當network有問題的時候 非常難搞 有一點你要特別注意 很多工程師 DevOps engineer可能不懂 自從kubernetes 1.2 kubernetes的community 特別會去建議你使用 這個叫做call dns call dns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dns domain name server 是非常重要的 是因為當你開始開發 你的pots跟service的時候呢 domain name resolution 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在這裡呢 Dns已經經過了很多的變化 現在呢 我所看到的Dns 只有兩個問題 就是 錯誤 就是還有裡面的 你自己的網絡 聯繫的問題 所以在這裡呢 你要如何去試探一下 Dns到底哪一個部分 去錯誤 我給你幾個提示 所以首先 還有另外一部分 你要特別注意 就是k8s的ingest ingest the ingest service 那個給你的問題 也蠻多的 首先 Dns你要去哪裡找 Dns 如果你使用call dns的話 我會特別去recommend 你去看一下 它的documentation 這裡其實是蠻多的 所以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應該選哪一個啊 我需要找哪一個 你要找的是error rate 因為error rate success failure 從那邊你打那個coupctl 那邊打的logs 你就可以查出來了 如果你要call dns的health 也可以 不過我如果只能選十個 其中一項 我會選call dns的error rate 在這裡呢 尤其是網絡的問題 你要知道你的app 你的api的路線 到底有沒有問題 在這裡呢 監控是一個蠻大的任務 尤其是devops engineer ops engineer 跟sre 如果你不懂怎麼去跟你的開發 software developer講一下 你要怎麼去試探一下你的app API 我可以建議你去看一下這個 你可以使用 這樣子很簡單 就是這個是golang 就是我expose一個route 那route裡面呢 例如我發一個http200 或是我做一個logic I need to see back let's say status 或是 certain logic 在那邊 然後你要找的是error rate 而且呢 在這裡呢 如果你是在這個行業做 你實際上有監控 kubernetes的話 你可能會聽過這個google sre google 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在這裡呢 有講著 就是四個環境信號 就是 latency error traffic and saturation 很多devops engineer 跟sr engineer 你知道saturation是什麼 不過其他會比較難 不過如果你只能選擇一個的話 一個 If I only can pick one 我會選擇錯誤的percentage 如果你也不知道要怎麼去做 我可以特別去建議你去參考一下 這個mozilla 融化應用程式的需要 他們是怎麼去做的 這個蠻好用的 在這裡呢 mozilla 就是他們就講說 我們聽http的請求 在certain port 而且你要幾個port 不是一個port 然後你放一個json 就是一個respond json 在這裡呢 你必須要一個回應 在這裡呢 無論你是使用monolith microservices 或是serverless 都可以用的 這方式 OK 今天我演講好像蠻快的 不過不用緊 如果有疑問的話 我們等一下可以問一下 好 ingress 這個呢 你選擇可超多 你可以當然可以使用 kubernetes的default 沒有問題 不過呢 如果你是生產環境 就是如果你有可能客戶使用你的環境 你可以考慮使用ngine enginx traffic 或是kong 在這裡呢 每個商業商 他們都有自己的特徵 跟他們的subscription model 你自己去參考一下 目前我在亞太區 看得特別多的就是enginx跟kong 會比較多 這裡呢 如果我只能選擇一個error rate 我會選擇error rate OK 喔 control plane the control plane kubernetes control plane 這個呢 control plane 是一個很很重要的 要特別去關注這個 but the problem with control plane 太多components了 太多 所以在這裡呢 尤其是在kubernetes control plane 如果我只能選出兩個 兩個 我會選擇哪一個 第一我會選擇etcd etcd etcd是什麼呢 distributed database 它是key value store pair 你所有的kubernetes 佈置的情況之下 它都有收入 它都有登記 另外一個就是api server 你如果不能使用 或是你API server 都有問題 你的kubernetes環境完全沒有用 所以我如果能選擇我的top 10 我會選擇 API server 跟etcd OK 在這裡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去哪裡找他們呢 有一點可能你不懂 就是從kubernetes 1.16版本起 有三個API helped lives 跟redis 你要選的就是redis 因為redis 比較新 比較stable 而且那個就是那個command 你去找這個redis的API server 在哪裡 第二點 就是etcd的health 要去找那裡找它 那邊 如果你看我的PPT 我都給你那個link了 所以你去找 有一點 就是讓kubernetes engineer 會特別擔憂 然後很多問題就是 你可能要設置 What I call HA High Availability 很多人都會使用 KoopADM 那邊也可以使用 如果你是管理自己的kubernetes 你可以使用 KoopADM 要不然你可以放棄 你直接去GCP AWS 算了 就是gke 好 在我的top10 每一次我做這個演講的時候 一定有人跟我說 欸 你這個不對了 嗯 我相信還有別的 應該在你的top10 我知道 這是個人意見而已 不過其實在kubernetes 還有很多指標跟服務也值得關注喔 例如controller manager 不是講說我不要放在top10 只是因為在所有的top10 如果我只能選擇10個而已 我會選擇比其他 controller可能是我的top20 top20就是20 persistent volumes 這個我覺得很多sre跟devops engineer會特別關注這一項 其實個人我覺得不是太大的問題 尤其是雲端服務 因為你可以做autoscaling 而且persistent volumes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難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pods out of desire replica 就是你的matching of pods deploy 跟desire replica 不相對 這個其實如果你design你的kubernetes好的話 這個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講聲 還有另外一個是container matrix 我時常看很多devops engineer sre engineer 都特別關注container matrix 這其實重要 不過如果你使用對的programming language 不是java喔 可能golang 或是node 或是rusk 你就沒有太大這個問題 尤其是container的時候 那最後呢 人家就是跟我吵 就講說 我覺得這個pot container status ready liveness probe readiness probe startup probe 為什麼你放這裡沒有放在top10 的確是很重要 我不是想說top10不重要 只至於你呢 如果我能選擇這10個 如果我監控10個 然後關注那10個的話 這些我覺得可能會進入我的top20 OK 如果你覺得有不同的意見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商量一下 這是我的個人的top10 OK 在這裡呢 我們做一個rephrase 是 非常非常緊密碟 在這裡 我可以選擇 在這裡 功能 えっ 我會選擇 memory Number 7 我會選擇 port status phase Number 5 我會選擇 status reason Number 4 我會選擇 DNS error Number 3 我會選擇 app error Number 4 是 app error Number 3 是 ingest error Number 2 我會選擇 ETC health 我的第一 The number 1 metric 我會 pay attention在我的 top 10 就是 API server Without that API server 它倒了 你不用用整個 Kubernetes 在這裡 Kubernetes的故障 其實會讓人會非常緊張 在這裡有時候 我之前說過 Kubernetes剛出爐的時候 每次出了問題 我都要拜一下 觀世音菩薩跟阿彌陀佛 都要幫我一下 在這裡尤其是比較好的事 其實你可以參考一下 Learn K8 跟 Kubernetes I.O 它給你這個 workflow diagram 就是 Kubernetes 出問題了 你應該去怎麼處理 Step by step 這個我還覺得蠻好用的 還有另外一點呢 如果現在你去每個 Tech Conference 全部人都在講 AI 對不對 全部就是 AI 這個 AI 那個 ChatGPT 這個 那如果我做這個演講 沒有講 AI 的話 也不完整 對不對 那我其實也看了很多 AI AI 我也很希望 AI 可以幫我解決 Kubernetes 的問題 非常覺得很想要 不過呢 不好意思 還沒到 還沒到 在這裡呢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K8S GPT 這個 GitHub 它其實是怎麼做呢 就是使用自然語言 看一下 community 這個 error 代表你必須要做這個 它輸入進去它的數據 然後就給你打一下這個 例如 Portfolio 這是什麼意思的 OK 那最後呢 這個才剛剛出爐 兩天前 哇 寫得很辛苦 因為你也知道 我每次寫是簡體字 寫繁體字 頭很痛 不過呢 跟Costco 我也是去 把這個 整個 Talk 的 這個 article 都寫好了 如果你要的話 你可以 scan 一下 我給你一點時間 你可以 scan 一下 我可以去解釋 更多一下 這個 Kubernetes 指標 的服務 OK嗎 如果不 OK 不用緊 等一下還可以 email 我 我等一下給你看一下 在這裡呢 如果你對 New Relic 或是你想知道一下 去參考一下 你可以來我們的 攤位 再另外一棟 或是你可以 scan 這個 QR Code 今天呢 今天跟明天 我們有這個 competition 你玩遊戲 還可以贏獎 你玩遊戲 還可以試試看 New Relic 如果你最高的分數 最高的 score 還可以贏這個 Gamer 的 Keyboard 有什麼問題的話 過後還可以再問我們 好 到時結束 可以 可以 就可以了 嗯 好 我們謝謝 Steven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大家可以寫在 Slide 上面 或者是我們現在現場開放提問 那有沒有人有問題想要舉手發問的 有嗎 有嗎 不要害羞 機會難得 我先答第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可能抓不到我的那個 QR Code 或是什麼 想問一下更多 我的 Email 在這邊 sng stevenogood sng sng at newrelic.com 好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問題 同時我們先回答 Slido上面的問題 好 我盡力而為 我來看一下 跳掉了 跳掉了 是我們就直接切過去 我們 不好意思 我先把那個分享拔掉 OK OK 好,Can anyone share the slide of a QR code? 咦,share了 咦,不見了 好,如果你需要的話 記得我的email就是 sngstevenogood at newrelic.com 害羞的話可以發一個email給我 好,那在我們等待螢幕出現的時候 我先用念的好了 咦,這個問題跟這個問題差不多一樣 對對對 所以有兩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要使用Kubernetes instead of Docker Container 哇,非常好的問題 因為酷嘛 其實老實說 其實老實說 我如果可以的話 不要使用Kubernetes 可以的話 不過老闆叫我使用Kubernetes 我沒有選擇 其實老實說 Kubernetes這個technology很酷 不過太複雜了 講真 其實我比較喜歡使用Virtual Machine 很簡單 就是一個VM 全部丟進去 就可以了,不用想太多 我不需要煩 Control Plane, Orchestration, Control Manager 什麼時候使用Kubernetes 如果你的Micro Services 可能上 可能100以上 可能是適當使用Kubernetes的 要不然我會覺得 你可能使用Container Orchestrator 會比較好 對,這是我個人的答案 講真 所以再重複一下 Why do you use Kubernetes? Because it's cool Because most people do it because it's cool Not because it's good I mean That's the honest answer 我個人呢 好像我的隊 所以我們會比較喜歡使用Docker Container 不過呢 我做這個演講 就是人家講說 Kubernetes太難了 好,我給你10個提示 謝謝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想要現場發問的 不要害羞 好,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大家記得到 Close Cup的Blog上面 可以看到Steve的文章 那如果有任何就是想要跟他交流的 歡迎大家 待會在演講結束的時候 可以到前面來找他 那我們再次就是掌聲鼓勵 謝謝Stev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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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